好,大家好,我是今天,我们这是第五集 第五集,我们这个周期已经过得到15天了 第15天,这个中间这段时间呢,我们把这些房间做了一下调整 什么调整呢,就是把这个梯子弄成一个直上直下的这个一个中央通道 中央通道呢,然后我们旁边我们这个还隔了一隔 隔一隔,为什么呢,可以让这个氧气自由的上下移动 让我们看我们这个氧气的情况 我们这个大部分这个房间都是有非常好的通气 所以,而且中间这个直上直下的这个梯子呢 可以让我们的小人更快的到达每一个房间 这是那个最快速的方法 那我们家的几个房间,我们看这里,我们家里一个这个 家里一个触射 这个触射里面我们开始抓了一些这种小动物放在这儿 抓了一些小动物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放了一个照料站 一个小动物放生点,一个小动物喂食器 还有一些蛋,我们这个蛋是找的,不是它们生的 除了这些我们还抓了一个这个发光虫 这些好吃哈奇呢,他们随便吃东西 我们点击一下,吃东西以后,然后它们会产生煤炭 产生煤炭以后,不光是它们自己可以吃,它们的蛋也可以吃 然后它们产生的煤炭以后呢 我们要在这儿建造一个煤炭发电机 因为我们这个煤炭发电机是需要用煤炭的 然后看我们现在煤炭的情况 2121千克 2000千克还是比较少的哈 所以我们要开始在初期的时候就要生产这些煤炭 然后我们这些房间把它们扩建了一下 或者这些小朋友在这儿睡觉 那么发电的情况呢 我们就是各的另外一个人力发电机 这样它们就可以用更少的时间 有两个人在这儿同时转 然后给我们的电池发电 那么看我们的这个厨房 我们厨房加了一个香料研磨器 加了香料研磨器以后 我们这个就变成它就可以管它叫做一个厨房了 厨房需要有香料研磨器 烹饪台冰箱 那么两个冰箱放在这儿 为什么放在地下呢 因为我们看到网上有另外一个同学 它把冰箱放在这样一个坑里边 它说这个坑里边有二氧化碳的时候 可以使冰箱里边的我们放的食物更加的可以保温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保温的效果 我们的保温效果在这儿 内容 内容现在我们保温效果都是不错的 都是在一度以下 都是在一度左右 这里边放的东西都在一度 有一个米湿是稍微超过一度一点 不过新鲜度还是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这样放 虽然现在我们的厨师还做不了什么好东西 偶尔做一个烧烤四果 然后给我们提高一下湿气 然后其他这个腌制米湿呢 是减一湿气 但是虽然是减一湿气 但是它可以放的时间更长 因为它是腌制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发的时间更长 所以偶尔可以做一些这个东西 好 平常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米湿糕 米湿糕就是说士气是零 稍微比生吃米湿要好一点 这个士气零就是不好也不坏 我们有一个小人叫罗恩 罗恩的技能 罗恩的技能我们从耕种 然后让它转移到这个小动物饲养 那么小动物饲养以后 它就有一个可以捕捉小动物的技能 那我们让罗恩去捕捉一个小动物 这我们已经有两个好吃哈奇 它在这儿堵了 然后那么我们就让它去捕捉 这个好吃哈奇 然后捕捉以后我们这个机器还没有做好 好哈那么我们捕捉以后 我们要再给它一个任务 就是捕捉了以后 把它移置到这个房间 然后移置到这个房间里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优先度 变成提前提高一点优先度 移置这个优先度变成7 然后让它先捕捉完了小动物以后 让它赶紧的把这个小动物 转移到这个房间 好那我们现在让它拿一个口袋 然后捡了一个 放到这个房间 OK 我们现在再把另外一个 虽然这个已经解脱了捕捉了 但是它还可以把它弄 OK 好这样就是捕捉小动物的这么一个过程 你看它把这个小动物放到这以后 它自然的就会叫它们过来 给它们清理 它清理第一个的时候 现在第二个就正好站队排队排在这 然后搭带的被它清理 看清理完了以后有什么不同 清理完了以后有什么不同 清理完了以后有什么不同 本来这个是有野性的 你看好吃 哈奇它是有野性 清理完以后 它的心情变成快乐 然后它的性质还有一个就是打扮 然后它的野性慢慢的在降低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在这里边在做这个梯子 然后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房间还是不够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触摄 触摄的最大尺寸是96格 但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地方还不够96格 我们这个活动空间现在是80格 所以我们还要把它再往上挖一层 使它更高一点 因为我们每一个这个 每一个小动物它的需求是12格 它的需求12格 也就是一个三乘四的空间 它需要一个三乘四的空间才能养一个这个 那么我们96格呢就可以养8个这个 不要养太多 最大数量就是8个 我们放一个煤炭发电机 放在这里 那么这个煤炭发电机呢 它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性质 它这个效果是它会产生二氧化碳 电力600瓦 但是它还会产生一个9000复制热 每秒9000复制热 它会产生热量啊 所以呢 我们把它这个给放在一个最边上的这个角落里面 让它产生的热量 不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区域 那么这个以后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智能电池 智能电池现在我们还做不了 因为呢 它需要精炼金属 它需要精炼金属 呃 我们怎么弄到这个精炼金属 啊 看我们这个精炼 我们就需要一个碎石机 碎石机放在这 嗯 有这个碎石机以后 有这个碎石机以后 它可以把 嗯 我们这些铜矿啊 变成精炼的铜矿 看看这个铜 啊 把这个铜 通过碎石机变成这样的铜啊 这样铜以后 然后我们再拿它 我们才可以做这个智能电池啊 给它呃 煤炭发电机输入信号 然后输入信号 让它就是可以更加的节省 我们使用煤炭的这个资源的速度 啊 好 好 我们给了这个碎石机任务以后 我们看这个小人在在这 打这个碎石机 哈 然后让它产生逼个铜 好 那我们这个 呃 科技里边这些东西在哪呢 我们来看 哎 我们那个煤炭发电机在这里哈 在这个电力的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就是智能电池 第三部就是智能电池 然后我们这个材料哈 物体材料 这个地方 哎 这是碎石机 需要这个碎石机 好 看我们这个门哈 现在我们已经有7个小时了 7个小时就是 嗯 在我们初期就够用了哈 所以我们不要再多用这个小时了 但是这个门呢 每次都想要给我们继续增加小时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每次 看这个打印物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非得要 用这个小时哈 我们可以要其他的 呃 补给的东西哈 比如说水 哎 给我们 用点水 给我们用点吃的东西 给我们用点什么其他的东西啊 材料什么 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可以从这个门里边要哈 每次就是不要小时要这个东西 这样呢 给我们一些水哈 可以拿这个水来喝 好 这个这个电线的呃 插销的地方 我们看 信号啊 我们看这个信号需求 信号 我们需要这个信号线啊 才能让这个智能的系统 呃工作啊 我们这个信号线的科技 我们看一下 信号线的科技在这个自动化哈 自动化这个 这个比较下面的地方 智能家居 家居里边有一个信号线 所以 我们把这个信号线 插在这 OK 然后 点击的时候看其他很多东西 他都有这个可以让他智能的地方哈 好 把他连起来 看我们的电力 电线也是连 都是连起来的 还连到我们这两个电池 好 那我们建好这些以后呢 我们就已经获得了一个 这个成就啊 就是红灯绿灯成就 好 我们建造以后 我们看他们这个里边这些哈 他本来是 本来是50哈 就是 他的煤炭量达到 用了50%以后就有人过来 跑过来给他增加煤炭哈 但是其实不用 嗯 我们把这个煤炭量 弄成25 就是让他这煤炭多烧一会 好 我们来看这个智能电池哈 智能电池他有个上线下线 那我们看这边的信息哈 储存发电机产生的电力 然后向建筑提供电力 根据逻辑啊 输出绿色信号或红色信号 电量会随时间减少而流失 要冲 智能电池会输出绿色信号 需要充电时 他会输出绿色信号 也就是说这个上线是 嗯 让他停的时候哈 我们什么时候让他停 就是说告诉这个 发电机停 不用不用再发电了 因为我们这个电已经满了哈 那我们把它弄小一点 弄成90% 哎 因为呢 我们让他停以后 他 有的时候他还会工作这么一会儿啊 然后再停 所以我们提前让他停 然后他这样工作一会儿 我们就 就会节省更加更多的能源 那我们这下线值到多少呢 那我们下线值弄到 15 弄到20吧 到20 也就是说 他这个电 电量到 减少到20的时候 再让他开机啊 然后 我们这边还有 我们这个人力发电机 我们还没有取消啊 没有取消 然后 那么我们也可以继续用到他 就是不是用了那么多 那么现在我们的人力发电 就是说 每次电池到50%的时候 他们都会去人力发电机 也就是说 小孩 呃 这些小人呢 就是会先跑到这个 人力发电机这个地方 用他来充电 而不是用我们的煤炭来充电 所以 我们要把它弄成 10%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们的电力需要 呃 就是剩 还剩10%的时候 快没了 这样 他们再来充电啊 这个也是一样 10% 哎 10% 然后就是比他还更低一点啊 他是20 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煤炭了啊 煤炭都用光了 这时候还没有电 20% 已经继续往下降啊 这个时候 我们再 让人过来用人力发电啊 给他继续充电 先用智能电池啊 先用智能电池啊 然后再用人力发电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五集 又告一段落啊 那我们以后的集呢 就是 呃 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讲啊 就不一天天讲了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